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二次曲面 一般来说它可以分为两类 这第一类是由曲线绕一条定直线旋转而成的 它被称为旋转曲面 第二类是由直线沿着曲线运动而成的 这一类被称为柱面 由于它们都能被写成三元二次方程的形式 因此被统称为二次曲面 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就先来学习它的第一类旋转曲面 前面说了,旋转曲面是由曲线绕一条定直线旋转而成的 这条曲线被称为旋转曲线的母线 而那条定直线被称为旋转曲面的轴 也就是说,由母线绕轴旋转而成的曲面被称为旋转曲面 几何直观有了,下面来看看它的代数式 我们先来看YOZ内的一条曲线绕Z转旋转的情况 设C为平面YOZ内的一曲线 将它用方程FYZ等于0表示 M1是其上面的任意一点 由于它在YOZ平面内 所以可以假设其坐标为0Y1Z1 又由于它在曲线C上 那么它就应该满足曲线的方程 因此它也可以用FY1C1等于0表示 下面我们将曲线C绕Z轴旋转 M是M1绕Z轴旋转后的任意一点 下面我们就是要找出M点可以用什么式子来表示 由于M和M1在同一个平行于XOY面的圆上 所以它们两者的Z坐标相同 设M点的坐标为XYZ 结合M1点的坐标为0Y1Z1 那么就有Z1等于Z 不仅如此 由于Z轴是这个圆的中心 所以二者到Z轴的距离也相同 而M1到Z轴的距离是其外坐标的绝对值 M到Z轴的距离是根号X平方加Y平方 那我们就有Y1等于正负根号X平方加Y平方 将它们连立起来 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式子 这就是点M所对应的表达式 又因为M是旋转曲面上任意一点 所以此方程也是该旋转曲面的表达式 最后我们再对这个式子做一个总结 由于曲线是在YOZ平面内的 所以其表达式为FYZ等于0 然后它是绕Z轴旋转的 那么这里的Z就保持不变 而前面这个Y 它的绝对值是曲线到旋转轴的距离 旋转后就变成了X与Y的平方和开根号 将其进行替换 这就是此旋转曲面的表达式 旋转曲面的几何和代数都清楚了 下面来看几个例子 这个图像被称为圆锥曲面 它是由一条直线沿坐标轴旋转而成的 设这条直线为Z等于KY 由于其旋转转轴为Z 那么根据前面说的 Z就应该保持不变 而Y就用正负根号X平方加Y平方代替 这就是此单页双曲面的表达式 除了圆锥曲面和单页双曲面 旋转曲面还有旋转双页双曲面 旋转抛物面等 它们表达式的推导过程与前面类似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我们的文字版